王伯荣热身赛表现不佳 资料照记者称之取涉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首届亚洲职棒冠军争霸赛 将于11月16至19日在东京巨弹开打 这是到夜赌季接战国家队兵服的首场国际赛事 受访时也谈到台湾队主炮大王王伯荣 表示会彻底研究对付他的攻略 亚关赛开幕赛将由日韩大战揭开序幕 台湾队首战将在17日与南韩交手 日本队也将派人到场关站 青搜特别锁定王伯荣 虽然他在亚关赛热身赛面对罗德 十二大树井出现一支安打打击状况陷入低潮 但到夜监督人士不敢大意 他表示今天开会将观看青搜影片仔细研究 找出对付王伯荣的攻略 虽然很难找出四成打击率打者的弱点 但会勇于挑战他的内角 到夜赌记曾赴台湾来视察 受访时谈到王伯荣表示 从三月台日对抗赛就对他印象深刻 到夜也指出王伯荣打击技巧非常好 依他的实力在日之活跃机会很大 到大联盟也会有不错的成功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